先来洗点菜吧 OK 洗菜胶 洗干净了 还有鲤鱼 洗好了 放好炒锅 开火 先来煎鲤鱼 换面 鲤鱼熟了 出锅 盛在盘子上 放好炒锅 再来煎牛排 牛排煎好了 盛在盘子上 接着我们来煎鸡蛋 鸡蛋煎好了 也盛在盘子上 放上汤锅 打开盖子 我们来炖鸡翅 盖上盖子 开始炖咯 打开看看炖得怎么样 继续炖 鸡翅炖好了 盖上 盖在盘子上 放好汤锅 再来炖鸭腿 盖好盖子 开始炖 打开看看 翻一翻 继续炖 压腿炖好咯 盛在盘子上 再来洗些饭后水果 洗葡萄 洗好了 还有羊草 洗干净了 来切水果和蔬菜吧 切开羊草 苹果 葡萄 菜椒 桃子 最后是香蕉 切完啦 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 让佩奇站在这里 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 开始拼装啦 装上座椅 这是座椅背 装上去 好了 还有一个装饰品 放这里 佩奇做上试试 嗯 很合适 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 这是仙女翅膀 给佩奇穿上 穿好了 哇 再戴上黄罐 黄罐 黄罐戴好了 这是泰迪熊 给佩奇拿着 还有仙女棒 也拿好哦 当当 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兔瑞贝卡 让瑞贝卡站在这里 来给瑞贝卡拼装积木 摆好桌子 蛋糕放上来 还有椅子 放这里 瑞贝卡坐上来 再让瑞贝卡下来 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 后面也要趋好 带上叶子 哇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好可爱呀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 小猪乔治 乔治来拼装积木了 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上底座 一棵树木 一棵树木 拼好了 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 看好了 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 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杨苏西 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 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好底座 装上柜子 还有另一个柜子 给小杨苏西拿上医药箱 带好听诊器 戴上护士帽 这是护士小杨苏西 小朋友们 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这有两只小熊 粉色和棕色的 打开门 让棕色小熊进去 粉色小熊也进去 关门 开始跳舞咯 开始跳舞咯 跳完啦 棕色小熊出来 粉色小熊也出来 放好门 摆一张椅子 让棕色小熊坐上椅子 再摆上书桌 棕色小熊 棕色小熊要学习咯 这是一辆三轮玩具车 放这里 粉色小熊来玩 掉头 掉头 出发 棕色小熊学习完啦 过来量身高吧 量好了 粉色小熊也来量 好了 继续骑抽 棕色小熊和粉色小熊 来玩翘翘板咯 真好玩 粉色小熊来玩铃铛 棕色小熊来坐小飞机 下来咯 这个是拖拉机的车头 这是一节车厢 可以用来装货物 接上去 吊转车头 出发咯 这是一辆搅拌车 这是一辆搅拌车 这里可以搅拌混凝土 然后倒出来 搅拌车出发 这是一辆翻斗车 后面的车厢可以这样卸货 翻斗车 准备出发 这是一辆多用途工程车 前面是一个铁铲 后面有一个挖斗 工程车出发咯 先来看第一款玩具 这是小猪乔治 他拿着高尔夫球杆 这是小猪佩奇 他也拿了个高尔夫球杆 这是一个小吃摊 这是一座小城堡 城堡上有个风车 佩奇来打高尔夫球 还有球质 佩奇先打吧 站在这里 哇 球进了 佩奇下来咯 轮到乔治了 乔治站好 进球啦 乔治真棒 城堡顶端 还有恐龙宝宝 乔治来跟他打招呼 乔治来到了小吃摊 佩奇也来啦 给乔治吃面包 吃饱啦 乔治走咯 佩奇去吃东西吧 佩奇在吃热狗 吃完了 接着拆开第二款玩具 这是小猪佩奇 他的头上戴了顶帽子 这是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 这是一块萝卜地 里面种了很多胡萝卜 萝卜地上有个稻草人 这里还有一篮子 胡萝卜 这是一辆小推车 可以拿来抓胡萝卜 佩奇来看看 胡萝卜成熟了没有 成熟啦 准备收萝卜 来拿小推车 来拿小推车 乔治也跟着一起去 去收萝卜喽 到达萝卜地 乔治 乔治下来吧 佩奇来收萝卜喽 收好了 放在小推车上 乔治 乔治来拔萝卜 拔好了 她们收了一大篮子萝卜 放到推车里 佩奇推回家去吧 再拆开第三款玩具猴子 这是小猪佩奇 她手里拿着两根木棒 这是佩奇的伙伴 小马佩德罗 这是一只骨 是蓝色的 这是木琴 这里是座位 这是一架钢琴 佩奇要练习打鼓咯 好好练习哦佩奇 佩德罗要来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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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钢琴盖 佩德罗要来弹钢琴 佩德罗开始练习吧 佩奇打完鼓咯 佩德罗要开始练习吧 再来练习木琴 让佩奇坐上来 开始演奏咯 拆开最后一款玩具盒子 这是小兔瑞贝卡 这里有一窝小鸡 要让瑞贝卡照顾小鸡 这是一只小兔子 放到粉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熊 放到蓝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狗 放到棕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猪 放到橙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恐龙 放到绿色的窝里 这是一只小猫 放到黄色的窝里 这是一架救援飞机 打开门 小兔子 小兔子要去体检 小熊也要去 小熊先来体检了 给小熊测量心跳 嗯 心跳正常 小兔子也来体检了 要给小兔子检查牙齿 啊 牙齿很健康 最后给它们测量体温 最后给它们测量体温 好了 小熊和小兔子体检完了 打开门 打开门 小狗要去体检了 小猪也要去体检 先给小猪体检 来测量体温 体温正常 再测量心跳 心跳 心跳也正常 到小狗了 给小狗测量心跳反应 反应正常 再给小狗修剪毛发 剪完了 剪得真好看 打开门 小猫咪要去洗澡 还有小恐龙也要去 把小猫咪放盆里 还有小恐龙 它们俩在盆里洗澡咯 洗完啦 再来吹干身上的水 吹好了 吹好了 小恐龙回窝里休息吧 还有小猫咪 还有小猫咪 好好休息哦 这是汪汪队的新成员 艾尔 这是艾尔的大卡车 打开驾驶室 让艾尔来驾驶卡车 车上还有吊臂 让艾尔来操控吊臂 抓起一根木头 放到车厢里 艾尔出来吧 这里有木头和钢材需要搬运 打开驾驶室 艾尔来开车 出发咯 到了 艾尔先过来看看 哇 好多东西啊 回去准备搬运 先来操作吊臂 夹起木头 放到车厢里 再夹起一捆钢材 也放进车厢里 好了 艾尔下来吧 打开驾驶室 艾尔坐进来 运走咯 这是汪汪队的新成员 可拉 拆开驾驶弹 这是狗狗毛毛 这是一条红龙 红龙的全身是通红的 它有一对大翅膀 让可拉坐上来 红龙可以喷火 再喷一次 红龙要起飞咯 哇 飞得好高啊 这辆是小猪佩奇的消防车 消防车的颜色是红色 这是小猪佩奇在开车 佩奇要出发咯 佩奇要来城堡灭火 这辆是小斑马苏姨的游地车 游地车的颜色是黄色 这是苏姨在驾驶游地车 苏姨要出发咯 苏姨突然停下 苏姨突然停下 哦 是恐龙 苏姨快跑 这辆是小马佩德罗的巴士 酷 巴士的颜色是蓝色 哦 这是佩德罗在驾驶巴士 佩德罗要出发咯 到达宠物医院 这辆是弗雷迪的警车 哇 警车的颜色是白色 哦 这是弗雷迪在驾驶警车 酷 弗雷迪要出发咯 呼雷迪要来执行任务 这架是小兔瑞贝卡的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的颜色是深蓝色 这是瑞贝卡在驾驶直升飞机 瑞贝卡要出发咯 起飞 启发咯 起飞 启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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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就是大勇消防车 打开车箱 这是超级飞侠金小子 开始变形 收起双腿 左手 还有右手 放下机翼 变形完毕 准备出发咯 这是超级飞侠多多 开始变形吧 伸出左臂 伸出右臂 然后放下双腿 多多变形完成 多多要来操作水泡 装上炮弹 一颗 两颗 三颗 发射 发射 再把多多变回去 收起左臂 右臂 收起双腿 变形完成 这是超级飞侠 这是超级飞侠乐迪 开始变形 收起左臂 右臂 打开后盖 收起双腿 乐迪变形完成 在这里准备 出发咯 出发咯 这是超级飞侠包紧掌 开始变形咯 升起右翼 还有左翼 伸出左手 还有右手 还有右手 放下双腿 包紧掌 变形完成 包紧掌过来 拿上水管 开始灭火吧 火扑灭了 再把包紧掌 变回去 收起左手 放下机翼 收起右手 还有双腿 也收起来 变形完毕 这是水炮 可以安装在这里 这是超级飞侠小爱 开始变形吧 伸出左手 伸出右手 伸出右手 放下双腿 小爱变形完成 小爱过来操作水炮 发射炮弹 扑灭大火 小爱任务完成 变回飞机形态吧 变回去了 起飞 起飞 帮大勇收回车厢 大勇也要出发咯 快乐 赫飞机 哪一样 你 我们几个 看 到底 我们